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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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节目 主面试官 吐蕾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这里是由药养味 选书味 乐巴书味 猴头骨饼干和助销化学销石 乐巴销石饼干共同冠名播出的非尼莫书 我是图蕾 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同样热烈的掌声送给下位老板 节目当中又来了几位新的boss和朋友 我们来介绍一下他们 咖啡之意的联合创始人 著名主持人李维嘉 掌声欢迎 大家好 我们是图新成员李维嘉 咖啡之意联合创始人 咖啡之意咖餐厅 专注咖餐14年 中国领先的咖餐厅连锁品牌 国内咖餐厅概念的首创者和领袍者 目前在50多个城市拥有板渔家大型连锁咖餐厅 致力成为都市人最喜欢的城市客厅 很期待你的表现 跨领域表现如何 但我更期待求职者的表现 好的 这话说得好 冷爱泡学网的联合创始人 大家好 谢谢 博士团新成员冷爱泡学网联合创始人 泡学网是国内最大的情感学习社区 秉承泡泡恋爱学 恋爱需要学理念 已成为一个专业解决情感问题的机构 领跑恋爱排训市场 一恩咨询的高级副总裁 刘兴颖掌声欢迎 这里 哈喽 大家好 播手团新成员刘兴颖 一恩咨询高级副总裁 一恩咨询是中国领先的娱乐产业信息咨询机构 倚托领先的大数据解决方案 提供数据信息 研究咨询等产品 服务于影视 新媒体 娱乐营销等企业 目前服务客户数百家 我们掌声欢迎第一位求职者 从小就学习双航馆 曾多年在专航乐团担任过首席 但是一毕业呢 我去改行 建了一家唱评公司 帮艺人做过三十多张专辑 组织能力上比较强 在我的内心当中一直都是先做再说 总体 先说再做强 尹丽莎28岁 辽宁人本科武汉音乐学院双簧馆专业 在场的观众 你们好 我叫尹丽莎 今年27岁 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 我从小学习双簧馆 但是一毕业呢 却来到一家唱片公司 一做就是三年半 后来我又在一家明星的工作室工作 我在这两家公司承担任过主管 活动统筹 以及艺人经纪 今天我来到这里想寻求一份与活动相关的 例如活动主管 活动统筹 谢谢大家 你好 那个丽莎呢 她在这个音乐公司做过活动统筹 因为我知道这个娱乐行业对于活动执行的要求和复杂度还是比较高的 尤其有些艺人 是吧 要求比较高 脾气比较大 所以呢 我觉得她在这里这个行业锻炼过 她去其他行业做活动 应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另外呢 就是尹丽莎这个名字 跟我老婆的名字完全很像 你老婆叫小野丽莎 我很希望这样 我老婆叫于丽莎 丽莎丽莎都挺好名 一听到尹丽莎还有这么高调的身材 跟我老婆实在太像了 我好喜欢你 好 那就开始吧 做过我是歌手罗奇的经纪人 是吧 但是你之前你是武汉音乐学院双簧馆专业 是乐曲演奏的 是吧 而且曾经有过很辉煌的历史 让我说一下 是这样的 我之前在学校毕业之前呢 是一直都是在东方江海乐团担任双簧馆首席 大家都不太了解双簧馆是一个什么样的乐器 其实它的样子跟黑管有点像 但是它的构造全部就是不一样 它是由两个黄片组成 然后它的音色 其实大家都听见 听过 比如说像天鹅湖里面 那个说了 就是前面 哎呦 你别说你一哼这曲子吧 你突然之间有光了 我发现更美了 这个行业是 当我踏进北京 我发现在北京想要寻求一份交响乐来说 在交响乐当中 就并不是很容易一件事 所以我当时去在一家公司工作 但是没想到第一家公司就进入了一个摇滚和民谣的公司 所以一待就是三年半 在里面干嘛 最初的时候我是做唱片发行 因为现在我后来就是改行在一家唱片公司 但我还是拥有一颗热爱音乐的心 所以我抱着这颗心 走进我第二行业 这很奇怪 因为你说你一直还是有这个音乐的梦 你在这个乐团发展好的一月正一万多 挺好的吗 又有一些梦想 对这点想不明白 因为是这样的 可能我如果坚持待在那个城市可很好发展 但是因为我是东北人 然后我认为我适合北方地域 纯属地域 纯属地域改变了你的职业方向 对纯属地域 北京找不到这样的工作吗 有啊 手机方法 因为你想想每个乐团它只有两个到三个 就是北京的乐团 你就算加上小的一些乐团 加起来七八个最多了 可是七八个 咱们数一个乐团只有两到三个 所以北京是竞争激烈 对 而且海归的 工多做到 对对对 那丽莎 其实我好奇的问题是 你之前一直从事的是一个相对专业的一个领域的工作 但是在你的履历当中 你曾经还参加过另外的求职节目 然后呢 今天又通过非你莫属这样的一个平台来找工作 这是让我觉得挺不解的 那你当时在另外一个求职节目当中找到工作了吗 找到了 找到了 那为什么 去了吗后来 去了 什么行业 也是有关于我这个行业 在一家的工作室 在一家 在一个艺人的工作室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艺人是非常有名气的一个艺人 但是你工作的时间到现在只有三个月不到 你又要离职 为什么 就是我入职以后跟我求职的方向是不同的 你不是说的活动统筹吗 就是我去了以后 他的工作性子就变为有一点像打杂的 打杂 对有一点什么都要去做 你看他合作的原来有罗奇 寿人乐队 AK47乐队 经纪人和周杰伦 光粮 水木 苏达丽 都合作过 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你感觉你合作的最有成就感 或者最难堪的事情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你一个人可以揽下公司所有的重任 重担去敲办一个音乐节当当四五百人的这个音乐节开始了有上万人在看 就是一下子会有特别大的成就感因为是你付出得到的 因为我们讲人手跟人才是有区别的 你认为你在你原先的行业里算是人才还是人手 人才因为我 那在人才里算中上等的很好的还算是普通的 中上等的 所以那你都在一个行业里混成中上等的人才了 你为什么要转行呢 那你今天觉得在我们这些企业里任何一个行业里你能混到什么样 是人手还是人才呢 如果你认为我是人手 我希望我通过我的努力去证明 又绕回来了 对 我很不愧地讲 我很直观地说你现在入我们的行肯定是人手 因为你没有行业经验 对 其实我是一直想问 就是说你知道自己要什么吗 知道 就是说因为通常很多人做幕后娱乐工作幕后工作的人 他们其实是向往那个舞台的 恰好就是说你曾经以前就是双簧馆的首席 曾经是站在舞台上面的 所以你是不是一直在找寻 在这些机会当中找寻一个机会 说有一天我还是要重新回到舞台上 舞台上我不敢讲 是因为我之前的职业是有关于必须的站在台上 你才能去演奏 而我后来的事业我一直都想去做好幕后 所以你现在认定了这是幕后是你的方向 对 我现在来到这舞台上 虽然说在座的企业不是跟音乐挂钩的 但是我只是想寻求一份工作 一份活动能跟活动相关的工作 并不一定要与音乐有关 对 那你最低的薪酬要求 最低薪酬 6000 好 这样说清楚了就特别好了 来第一轮选择去活力 好 还有酒盏灯为你点亮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我来加一下 因为真的我听得有点急 就是大家都困在音乐里了 其实我们老板应该看到他身上很难得的很多的伤观点 陈浩灭灯我是很可惜的 就是第一个他是经过江湖打磨的人 这个大家一定要看到这一块伤观点 他是经过江湖的人 第二个他扛压的非常好 第三个在活动策划 在营销 在项目执行这一块 他都已经练过了 他很多很多执行的项目都是从吴到有的 叫吴曾松有的 从零开始的 一个项目结束 一个新的项目开始 他这种挑战能力很强的 他这么说他适合创业了 他不一定 就是创业他有 我们这样好不好 杜老师 有什么 稍等一下 有什么活动是从零到有 是你一手操办 对 你说一下 就是音乐节嘛 就是去年的这个 南昌的音乐节 我在里面做的是 主抓所有的 比如说搭建 后期 彩排 一人的五百多人的机票 住宿 这个酒店 包括还有一些补贴 还有一些接机送期 都是我这边来安排的 Lisa他讲的都是这个执行前面的事情 我不是说这个音乐节是我们公司操办的 而不是说逻旗 我带了一个逻旗去演出的事 但是你刚才所说的这些 还没有到达像杜老师想要你表达的能力 杜老师我给他出个题吧 就最近比如说我们单位 我们想去领养一只大熊猫 就这样一个活动 你帮我策划一些 那我会去联系一些 一些红尺之会 我会觉得 因为熊猫 它是跟着国家保护动物 然后看参与者 如果人数过多的话 就要寻求这个保安 你要有一些预案 比如说下雨的预案 当天是否有帮 就是有这些吗 假设现场100家媒体 然后那个应该 附严你别帮他 我就等他 他能不能主动说出媒体 要约这个随方式你知道吗 他擅长执行 执行类的 他给你出这个命题的时候 其实你要问两个关键 第一 你这个能量大小猫是营销思维 还是品牌管理思维 就是你把这两个定位好 其实这个两个 这个活动是很好 你来说个问题 我就不出问题了 这一块 他已经回答了说 策划能力很弱 你给我讲的这些 我做的是什么活动 然后其实我觉得 听上去像打杂 所以我就觉得很 非常困惑 我就不知道你说 在明星工作室里面 你做的打杂的活 你为什么不愿意干 因为我听 听你说你策划的 这个音乐节这个活动 你干的这些活 买机票啊 接机啊 然后报销啊 这些实际上就是打杂的工作 因为如果说一两个人 机票是如果是500人 他的还有中国人 外国人这种东西 他非常复杂的 就这样来 我最后一问一个问题 咱们要选了 再确定一下 如果有企业给机会给你 依然是类似于执行的很低层的 有点打杂的这样的工作 可不可以 因为你新跨入了一个行业 可不可以 可以试一试 不会干几个月又走吧 不会 有最低的薪水要求吗 因为薪水5000 5000 确定啊 人家降不可以吗 因为如果是行业要是不一样 你之前说 你刚刚又说 你愿意做执行 执行的最低层 然后一些打杂的工作都可以 但之前你也说 你不愿意做打杂 所以你到底界定什么是打杂 不是 我说那个工作 就是到底对你来说 你先别回来 我觉得 我觉得你何苦呢 对你来说什么是打杂 你为什么要被大家这么拷问 然后去从低层 自降身份5000都愿意了 因为我问他这个问题 是因为像 我在做决定之前 我想跟你沟通清楚 你觉得什么样算是打杂 在你而言 怎么样不算是打杂 其实我认为 其实之前的工作是 有打杂的这个 但我也说了 还有一部分的原因 我才离开 你要做活动 活动策划 活动执行 跟活动相关的 那刚刚 有个人家很激动 有个人家 有个人家有个激动的 其实大家问你这么多问题 其实因为都是 怎么了 你报一下 怎么会激动 先哭了 我再报了 怎么了 说一下 怎么了 怎么了 拿纸来 是不是因为我那句 何苦呢 你就哭了 对 你看你把人家弄哭了吧 我说的就大实话 我第一个没登走 就不想哭了 你说这话的目的是什么呢 什么叫何苦呢 我就想说 即使今天找到了工作 也一定不适合你 何苦呢 回到你 能够做人才的领域里 去继续发展 这话我理解 我觉得不一定啊 我觉得现在李维嘉老师 选得很好 你们就别害他了 你们摸着良心说 你们觉得你能把它 在你的企业里改造好吗 你们为什么不冲专业对口子里头 去招大学生呢 咱们说点良心话 行不行啊 但陈浩这点我不赞同你 现在称篇行业 其实是非常惨的 我觉得啊 很多人想转行 他不可能在这个舞台上 把他最原始的 内在的真相说出来 所以怎么很难判断 他如果说他前面做得好 他就不到这里来了 来来来 我告诉你 现在连一些著名的歌唱演员 都要离开音乐产业 因为现在唱片是发布 但那是行业问题 那是行业问题 哎呦喂 大家稍微静一下 我觉得你不要这么激动 大家稍微静一下 出大事了 女人一哭就出大事了 这个舞台上 女人一哭 观众们就要开始怜悯了 这些个老板 如狼似狐又怎么对别人了 但是 你们的话我都能理解 但是这是他自己选的呀 他自己到这个舞台上来的呀 陈浩固然说得不错 他灭了灯 他现在不以一个老板的身份来说话 他以一个旁观者黑暗中的男人 说出了这么心疼的话 是吧 你要知道 陈浩 是很善于一关灯就怜香惜玉 一开灯他就言辞激烈的那种 他一关灯就做好人 一开灯他就做坏人 这我都可以理解 什么男人啊 但是我想说的是 太可怕 丽莎 我是个真心对的他的男人 但是丽莎 这是你选的呀 不是就是 你也知道 北漂不太容易 说不容易 我也是北漂我也不容易 真的 就是 张浩老师说你说何必呢 那我现在来 来到这舞台上 只是为了找份工作 没有什么 什么前言后语 大家跟不搭 不是我想要 你这句话如果一上台来说 你别看我简历 以前干过什么 我就找份工作 那不就好了吗 何必呢 你就别做好人了 还何必呢 人家自己选的 人家要说一个 其实我想说的是 我这个灯呢 没有灭它 但是我经过 大家的一番拷问之后呢 它之所以被大家问懵了 你知道吗 丽莎是你心里是懵的 你不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 对 所以你说北漂难 是因为你自己心里在漂着 你知道吗 你没有稳定的去说 你想要做什么 其实你哪怕坚持一个工作 做到现在 也许你根本不用站在这个舞台上 收集眼泪 轻装上阵 好吧 第二轮选择 去获利 好 还有四盏灯 为你保留 真把眼泪擦干净 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职位 来 梅小柔 现在我们有一个银科书画院 主要是为这个书画艺术界提供交易交流平台的 我给你提供的银科书画院的这个活动执行 我想问一下 它的是在北京的吗 在北京 来 那我这边的一个岗位 挺有点的是一个偏销售类的 但这个销售呢 不单是产品销售 而是一个顾问式销售 要利用你原来的在经济方面的一些资源和你的经验 来帮助艺人更好定义他的未来的商业价值发展的规划 给他一些建议 在大王路很方便 地铁很方便 好 东军 通灵珠宝呢 我们正准备投资拍一些电影和电视剧 那我觉得呢 你可以到这个里面来从事这相关方面的管理 听说你演男一号了 我现在男一号我不敢演 我一演可能要过 现在都要抓收视率 所以都要找更大的明星来演 东军要火了 我要屈居第三位 但是你刚才是有这个 好像推荐这个艺人的这么一个工作背景 你如果能够把我炒火的话 其实我觉得到我们公司 你已经火了 你看你今天记得那块围机像苏母公所的 我马上一人帮你做一刷一刷就评估 那如果说你到我们公司 我一定给你定一条绩效 就要把我炒火 工作地点是在上海 它也冒出了上海 对 是在上海 那我想给你的这份职位是这个活动专员 就是说我们会有专人策划活动 那你来负责活动的执行 地点 地点的话是在北京 好 自然灯灭掉两盏 回到这里15秒钟 请考虑 男的是吧 男的是吗 保留男的 请 谢谢您 谢谢您 来有请梅向荣刘新颖 谈情不上感情 你怎么就那么没有自己的想法呢 他说让你把左边两盏留下来 你就一言不发的把另外两盏码灭掉了 我想问你稍等你别说话 你有的时候真的是不该说话 得对人嘛 你应该让他自己做选择 你只起建议的作用 你不能直接给他建议 把左边两盏留下来就可以了 那还要他自己干什么呢 对不对 你能一辈子陪着他吗 他有无辜的眼神 你已经有另一个丽莎了 你能再赔这个丽莎吗 他已经哭了 你不行了 你这是害人呢 不是怪你 我只是告诉你 如果你在从这个舞台上走下去 从此你的思想不再支离破碎 有自己的想法的话 学会采纳建议 而不是完全听从 你说呢 要不然的话下次你上舞台 你还得哭 好吧 写下你们的新手 是适用5000加提成 他这个是有绩效的吗 所以 所有岗位是一定有绩效的 绩效是记在5000里面吗 不会 单独的 然后这个是在北京的 刚刚说是 公司在北京 但是我们很多活动 也可能在上海 也可能在深圳 也可能在海外 就是可以 需要出差 对对对 是需要出差的 可以了 可以了 15秒钟请讨论 一人咨询 银科律师事务所 或者是谢谢再见 银科那个事务所 稍等一下 为什么 因为这边是 因为这个行业 可能心要去 你不觉得那个行业 更靠近你吗 是靠近 它是有一个销售 而且这个销售 它是完不同业绩 就要 就要那个 因为我是想到说 可是丽莎 如果说有一点点 你既然想换的是行业 它给你的是 它行业主流的岗位 而那个给的你的 是它的一个副业 你再晋升 也晋升不到 它的主业里去 你没想过 这区别很大的吗 因为你在一个律师事务所 你可能永远是做一个 说难听的就是一个打杂的了 但是你在一个和你相关的岗位里面 你有可能变成一个主力人群 你可能变成一个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中间力量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你的选择的一个差别 丽莎我不同意他们 我觉得在最最关键的时候 咱不说了 丽莎 不管如何 凡是你自己做的决定 我首先希望你不要做几个月 然后又走 但其实说句实在话 大部分的人 什么 说一下 不用说了 真的不用说了 问谁 你已经不能问 你已经做出选择 不能改了 当然不能改了 好吧 我以为你们再说 然后我就以为 不能改了 你还是蒙的 你现在依然是蒙的 但不管蒙不蒙 这是你做出的选择 你要对没向荣负责任 好吗 来去吧 我是一个不爱哭的人 你可能一年才会碰到我一次哭 你明知道上台哭了很丢人 但是你管不住你自己眼泪 就是觉得自己 就是真的 一想起他那些涂什么 然后我就想掉眼泪 因为有自己的感觉 对 沐爷 你要是真心想帮他 就别好心办坏事 第一 永远不要帮着他回答问题 第二 不要帮着他选择 我今天是确实有点激动 他哭了 他今天 丽莎哭了 掌声有请下一位求求者 这个丽莎不是你的丽莎 我在学校期间呢 其实是很外向的 做过很多很多的兼职 而且在实习期呢 也是做的销售 从我的外表上来看 我是一个比较文静的软妹子 但其实我是一个很二 而且又有点很神经的女汉子 输了什么都不能输了勇气 张晓琪 河北人22岁本科 河北工程大学科信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大家好 我叫张晓琪 22岁 毕业于河北工程大学科信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我在学校期间做过很多兼职 但是大部分都是跟销售相关 我还玩过一次乐队 但是这件事情就虎头首尾 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我的实习期是在北京亚宝路 做的是皮草的销售 我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寻找一份销售 助理 管陪生或者是歌月老板 认为适合我的工作 我相信在这个舞台上 一定会遇到欣赏我的博乐 谢谢大家 福利老师好 这是我的简历 你好 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小琪其实是一张职场的小白 但是她过往的所有的实习经验当中 都非常的专注 都只是在销售方面 所以我认为她在销售方面 应该是有一些感觉 或者是有一些天分 她今天同样也寻求的是 跟销售相关的岗位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 很简单 很直接 很纯粹的求职者 我愿意推荐她 好 其实我看她的简历 她其实干的大部分都是销售 大学期间干的兼职就是销售 对 开始的时候 我就是在大街上 就是发单页 然后后来就是在那个 超市里边卖九阳豆浆鸡 然后还有那个在菜市场上 卖海天的酱油醋黄豆酱 最近的一份销售工作是亚宝路 对 我在亚宝路那块 也是帮一个亲戚在卖皮草 你们销售的客户都是老外吗 对 都是老外 有那个俄罗斯的 就是那一片以前 没解体之前 那一片其实都有 然后还有蒙古的 就是什么各种斯坦 哪个国家的人的钱好赚 我觉得女客户的钱 好像比男客户的钱还好赚 因为来的好多客户 全都是男的 而且他们都特别挑剔 举个例子 没有 我只能说有一个男客户 他是一个印度人 然后因为他刚开始来的时候 就是他是一个很磨叽的一个人 然后他就会对每一件衣服都会很挑很挑 然后后来我们老板有点就是不耐烦了 所以客户就走了 然后他第二次又转过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 毕竟是刚刚出去 我觉得我应该给他打个招呼 然后我就给他打了个招呼 然后我就 对 我就让他 我又让他带进来了 然后这一次就成交了六十件 成交了六十件 对 那的销售额得也多大 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要给他一个台阶下 最后怎么没干了呢 我觉得那个环境好像不太适合我 因为那个店特别特别的小 只有我和我们老板两个人 我觉得我希望去一个比较正规的 就是规章制度都比较完善的一个公司里边去发展 有意向企业没有 或者意向行业没有 其实我特别喜欢通灵珠宝 销售通灵珠宝奢食品 销售我们蓝色火焰 对 你的气质非常好 还有你喜欢卖这种食物的这种销售 还是喜欢其他一些服务类的 对 或者电商类的 我刚才就想说那个银科绿云 银科绿云 对 因为我刚才也是在底下了解到 因为我之前我觉得 我以为银科绿云只是律师 我觉得我肯定 不不不不不 他们可丰富了 然后我刚才才了解到 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事情 神奇的例说 你看他腐败成那个样子就知道了 我觉得挺好的 餐饮的销售可以吗 这也往上贴了 不是 因为其实我刚才还在跟我旁边这个boss在交流 我说这种面试或者说职场这种 就有点像相亲 比如说你上来 职场如相亲 对啊 因为我觉得一个销售很重要的是 至少你有亲和力 不招人烦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我们一直在这里听你在说或者有意思或者没意思 然后我刚跟他说我说这个我决定抢一下 你们这两个没意思的人 所以我特别想了解一下你对餐饮销售有没有兴趣 他要是不上来 我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变成这么黑 你看你被晒 我跟你说我还已经恢复了 那个在卡纳斯刚回来 我晚上照镜子 哎我说人在哪呢 自己都找不到自己 好谢谢 那个我严重抗议各位老板目前的表现啊 还没证明自己销售能力呢 各位老板捣一下你们刚才的表现 哎是你产品销售你接不接啊 登门拜访你的这个销售你接不接啊 怎么怎么他就接不接啊 还没证明他销售能力呢 其实啊我刚才也特别想说这番话 你瞧这三个人各个舔着脸那个唇咸欲击的那个样子 这么饿死了一样 就长得漂亮就这样 说句实在话 从开始他上场到现在真没展现出什么能力 而看着你们舔着脸的那个那个刘哈拉兹的样子 注意一下自己好不好 第一轮选择去过流 没有一个人手往那儿生的 没有一个人手往那儿生的 来控制台把他们都给我灭了 回家你的坐姿都已经发生变化了 我知道 回家已经所谓这个 你的屁股在哪里 就想离开椅子到这个前台去了 你们准备吧 第一轮选择全部流张 谢谢爸爸 谢谢 来来来来 谢谢老木星天生我有才 好 既然你说你擅长销售 对 还喜欢通灵珠宝 请你把蓝色火焰卖给你为家 可以吗 可以 这不是那个快乐大本营的 维加吗 它好像比电视上还要帅 不过现在有点黑了 不过现在有点黑了 不过你在跟谁 对对 藤白 不是 我现在跟旁边 心理屠百 发外音 行行行 心理屠百 要不你上来 上来它可能不能比较 距离太远了 没有真实感 佳哥 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店最新款的蓝色火焰 您知道好多的王室 就是欧洲那边的王室 都是用我们蓝色火焰的 首先它的 我听那些王室说过 您知道那个电影节 就好多女明星佩戴的 全都是我们店里面的首饰 特别特别的漂亮 但我不喜欢戴首饰 不是 你可以送给您的家人 我们这款项链 它的价值是为下一代珍藏 你可以先买来送给您的孩子 就是为她准备的 我觉得这个方向是不错的 那比如说你觉得 我未来的孩子适合哪一款 你为什么不送给她的太太 因为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太太 女朋友吧 女朋友也可以 女朋友吧 那就可以送给您的女朋友 你为什么直接跳过我的女朋友 或者是太太 就直接推销到我的孩子 东京这个帮忙 帮得太直接了 因为她是为下一代珍藏 我是想突出这一个点 就是我们主要就是为下一代珍藏 我觉得可以到此为止了 来 为啥老师点评一下 谢谢我们就不追究了 我觉得之所以我一直看中她的是 因为人和人的相处 尤其跟陌生人 她要把东西卖给你的相处 其实她的魅力值是多少 百分之多少 我并不在乎 但是我在乎的是 这个人让我讨厌的成分是多少 在她身上 我觉得她的这个讨厌值 似乎为零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你的意思 对 她就是说不会让我讨厌 就算我在这里 我不买她的东西 我跟她攀谈两句 或者也许就在这个 人和人相互沟通当中 她有可能就把生意做成了 我觉得维加是客气了 说实话 我知道你想要她 生怕说出来一两句话吧 心里头有一些不好的情绪了 她跟她表现真的不好 来 谢谢维加老师 OK 好 谢谢 你也配合给别人吧 谢谢 其实我想讲一点 就是不讨厌 真的不是招销售的标准 因为我们都招聘销售 我们招聘销售里 很少会加一条不招人讨厌 你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亲和地跟不招人讨厌 还不是一回事 我觉得你刚才整个的过程中 你的服务都是比较被动 因为一直是顾客在问你话 并不是你在挖掘顾客的需求 所以我觉得你离销售的这个潜质 你在销售潜质上表现的肯定是很差的 大家伙一到了这个时候 我就选吧 好吧 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诶 成好灭了 谢谢 现在只剩下七盏 听一下推荐的职位 来 张扬 针对餐饮企业的这个提供互联网的这种电商服务的一个运营方面的管培生 地点在北京 北京 谢谢 来 米向荣 给你提供的职位 是银科丽云的这个销售港 这是一个职位 第二个职位呢 我也看到你在这个 也很喜欢书法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愿意 我们也可以到银科书法院 就帮助我们的书法家 帮助他们去推广市场 工作地点在北京 来 东军 蓝色火焰的客户顾问 主要是做销售工作 就在北京的王府井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蓝色火焰的运营管培生 也是在北京工作 好 这两个岗位比较贴气 比较贴气 考一 我给你的这个职务是我们的客服专员 那主要是服务两类人群 一类是投资人 一类是这个创业家 企业家 那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谢谢 维加 那正好我们这里提供一个 就是店长的助理 也是北京新店的店长助理 这样一个职务 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好了 冷爱 就销售专员 就销售专员 地点 地点的话可能出去得在广州 好 谢谢 杜茨健 现在又做了一个叫建货碗 建货碗就是基于中国互联网上的假货太多 电子商务假货太多 由消费者买完货 推荐到我那个建货碗上去 然后你在那里面就做一个职务 就叫建假师 什么 专门去建给哪个是假货 建假师 对 建别真伪 建别真伪的 想听一下他的意见吗 嗯 其实美丽是一种生产力 固然没错 但是在今天在座的老板当中 有的人仅仅是看到了你的美丽 有的人也看到了你除了美丽之外 背后真正的能力 回忆一下他们刚才给你提供他们留灯的理由的时候 到底是什么 好建议 嗯 真的是好建议 请 小苹果 不好意思 谢谢 谢谢 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还要灭掉三寨 好好想一想 来 抓紧时间 好 不好意思 谢谢 我选择 北京 所有的一切都白说了 小琪 你再重复一下 梅向荣给你的是什么岗位 销售 什么销售 嗯 销售什么 不知道了吧 那你为什么还会选择他呢 你连他推给你的岗位 不准说话 他他他给你什么岗位都没弄明白姑娘 你怎么会选择他 呃 东军给你的是什么岗位 还记得吗 呃 那个一个是王富景那边的一个 呃 销售 啊 还有一个是 还有一个是什么 什么管培生 管培生 你所应聘的这上面写的就是销售和管培生 而且你冲着他的企业来的 你为什么会选择一个你冲着他来的更为了解的 而且提供的岗位更贴切的人把他给灭了 选择了一个根本记不住他提供了什么岗位的企业呢 为什么呢 你别看我 小齐 我跟你说 我现在心里伤得很 很痛 因为在选择之前我说过 有两个标准 有一类老板是只表示了对你美貌的欣赏 有一类老板从个性当中挖掘了你的魅力 好嘛 你最后留下了两个从一开始到你面试结束 就只是在表扬你外貌的两个老板 一个李维嘉 一个梅向荣 好吧 我没有办法了 最后我们只能尊重你的选择 现在是这两位老板的时间 无论他们选择的理由是什么 来有请梅向荣 李维嘉谈情不上感情 在这个给出这个工资之前啊 我想解释一下 不知道我说的哪句话让你们误认为是我在夸赞他的美貌 是在以貌取人 我丝毫没有啊 现在把我们两个人放在这里是因为看着他的美貌 你和他是不同的 知道吗 但你和他也有相同之处 其实我也有用心在听他说什么了 没事 这也是你的选择 没关系 因为大部分人都看到的是他的美貌 所以用他们的眼光来看我们 我跟你讲 没像我们维嘉说的意思就没直说 他认为在他的见识里不算美的 但是在你眼里你觉得美得冒泡 就这么简单 好了好了 写下你们的薪酬 写下你们的薪酬 我想说一下 老梅你过于激动了 有些人喜欢表达 恼羞扯 在表达我第一个女生的美貌的欣赏 另外一些人在倾听 倾听第一个女孩别人是什么样的评价和她的回答 老梅我特原请教你 你知道他这个学院属于几类学院吗 你们公司的经济经济怎么定 一直非常讨厌 拿学校来评价 难道在这个学校里面 我们大学生考不上青蛙百大 全是用彩吗 你说的你别那么激 你别那么激 那你给六千块钱依据是什么呀 他在刚才面试里面 节目里面 他说的是迎客立云 这个东西会深深地打动老板的 就记住了一名字就会深深打动 就六千 如果一个应配的学手 对你的公司非常 他做了研究 然后他冲着你的职位来 为什么他留下我 当一个男人 没向荣 你不应该跟你学习 没向荣 稍等稍等 没向荣 你要记住 你侃侃而谈了那么久 他没有记住你给他提供的职位 他没有记住 他说的是销售 他刚才没说 出来让我说一句吧 你说吧 以后你一定要记住在职场 当一个男人对你新时代 说尽甜言秘语的时候 他说不出喜欢你的理由 那又给你那么高的工资 拿钱砸你 你去想想 我今天跟你说 你在我们律所 这个工资不算高的 好吧 还有问题要问吗 我没有问题 好 他没有问题要问了 15秒钟 请考虑 咖啡之意 迎歌绿云 或者是谢谢再见 我选择咖啡之意 去吧 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有能力的人 但也许是因为今天发挥的 并不是太好 所以就能力这个东西 就淹没在别人 对我的外表的评价当中了 我觉得如果以后 我走在工作的岗位当中 我一定会努力地 去证明这一件事情 其实我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19岁的那一年 我跟朋友 开了我第一间的法郎 我觉得我自己的性格 是很好的 因为我从小就做理发师 从小就跟很多不同的 类型的人沟通 很多人家看起来不想做 很困难做的事 我都想得非常之好 所以我做得很开心 李世权46岁 香港美籍华人 美国亚克兰大大学 市场专业 大家好 我叫李世权 今年47岁 出生于香港 在美国长大 19岁的那一年 我开了我第一间的法郎 跟朋友 在美国曼哈顿 这个地方 前前后后 我开了五间法郎 2013年的时候 我跟美国一个高级的公司 死发水公司 来到中国 拖减他们的市场 到现在 今天来到非理莫属 想寻求一份法行师 网络主持人 和这个大客户经理 化石项目经理 谢谢大家 你好 你好 朱老师 他比我整整大了将近一轮啊 但我觉得他长得真的太年轻了 他正好比我大十次 刘总你好 我看你很久了 我看三年 看你非理莫属 在美国 三年吧 三年大概今天有十个都在 这个 那个函数 三年你都没有看到那个家伙吗 那个 五八同城 不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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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南行的 那个 神东俊 对 神东俊当然了 他怎么样 他 哪方面怎么样 帅不帅 你是发行师 对 从他的造型来看 等一下我想点评一下 所有的老板 不是点评 不是点评 对不起 我说 不是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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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评点 我们沟通 我觉得你应该拿出在美国 那个我主持人 你应该拿出在美国长大的那种直白 别学中国人那套课堂 你说点评我们 你有这个资格 那就 稍等一下 就多成总吧 你都忘记了你的推荐人了 不是你 推荐 你的责任 还推在我身上 你是 对不起 没事 来说一下你的推荐理由 我认为他已经不需要我推荐了 不会 我认为他也不需要我了 我们走吧 现在正在我在这里 点评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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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发短了一点 把你的脸全都露出来 然后又长一点点 然后可以多层膝一点 花销一点 就是我们的头发 就是我们眼的第一件衣服 对吗 一定要把它穿好 他那张脸 怎么藏都藏不住 不能这样 今儿上午发行师给我做的时候 我说你给我挡了点 他说露出来显得霸气 结果你又说露出来 这个游戏就是把车推了 然后就是你的脸比较大一点 不是不好的事 有发行师战永远都是好事 你说怎么改 应该怎么改 就是长一点点 然后就是对称 平均 然后就是发烧一点 就是我们是 我们是一个公司 你们现在是明星 你是一个品牌 你站出来 你就代表你的公司 所以你的发行 可以带你的企业去代言 来来 然后杜总 杜总有一次 我看了三年 有一个理发师 48岁的 他又应该是卖你一个头发 一个套餐 然后他卖不出去 我觉得是 如果是我 我要卖你一个套餐的 我就说 谁都要年轻 我先把你弄得年轻一点 你头发是白色的 没问题 然后他像杨国一样 在留两个 那个 那个艺术的 气体已经在了 这个没有问题 我是理发师 你是我的客户 我永远要知道 你需要什么 所以我知道 你的诉求的时候 如果就是你作为专业的发行师 你认为杜子健老师这一份公司和他现在的形象 你们怎么改好 你不能说满足客户的需求 我们都懂 这个是很多很多的不同的 detail 这世界就是 有很多老板嘛 我现在就说刘总理了 你就你的头发可以强一点点 就跟我一样就差不多了 现在就是最流行 推一下的以后这样子 那个事实 你向我向我向你回收 被你莫属 透透秀了 谢谢 雷红 继续 继续 这是为什么我要找一个 发型网络的主持人 就是我要接一个能力 就可以把那个理发师带出来 他给你挖钩的 你要再这么面试下去 肯定没戏了 不不不 这不是 我觉得你也请主持人吧 不不不 你把主持人倒溜了 够话了 我倒喊 没有没有没有 他就考验我的哪一个逆乡 就是 他是考验你分不分得行主次 你到底来干嘛呢 我觉得让他来 就好像自己好了 老板 你应该早一点跟我说嘛 这是我 还来我 我的余光里面 已经看到 诶 没人 我说句实在话 第一 如果你再说下去 我肯定不回来了 这是第一 我说真的 第二 如果我像你这样做主持人 早就完蛋 因为作为一个主 你应聘的是主持人嘛 对对对 你上来之后 不是唯一 你肯定是要看清楚 全场的动态 你要把握你的走向 任何一个人都不可以把自己 完全成为整个舞台的中心 而不顾别人的感受 你这样的做法 完全是给你减分的 你说的再好都没有用 我还不是主持人 所以我要跟 所以你更要 学习 客随主辩 客气 还有 说话不要走来走去 你今天是来应聘的 站就站好 好 李先生 我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你这是喝了酒来的吗 我客了一点点 为什么呢 我基本上是不喝的 我刚才你上来的时候 我就闻到了酒味 对对 为什么呢 我是要 等一下我要表演唱歌 唱歌的目的是 表演我一点语言的天分 然后 喝一点点酒 放松一点 唱歌比较有感情 这个解释是减分的 这个解释是非常减分的 不是理事人 可以道歉说我喝酒 我能理解 不要说因为我要喝酒 我也能理解 你叫什么原因吧 你是不是录过《非诚勿扰》 我非常不喜欢 录过《非诚勿扰》 对对对 我去了 《非诚勿扰》 因为每一个男嘉宾 基本上都第一次上节目 慕言 这是非你莫属 我知道你听我说 这是一个严肃的职场 每个男嘉宾都要 换二锅头上去 所以你可能是受了那个影响 如果一个节目 让一个嘉宾上舞台 色色和风采 要让他喝酒的话 这个节目一定是不负责任的 对 所以这个解释 我也是不喜欢的 我对自己负责 我知道我是不对的 世权你怎么敢说 你来这真实目的是什么 你来这边到底是干什么来的 找一个网络的主持人的工作 因为我一辈子是做法行师 我想找一个有一个平台 我可以访问哪些理发师 我来问你一下 我问你一下 今天在座的12个报数 如果每个人都喝点小酒 上来招聘你 你会高兴吗 不快乐 那就可以了 行了 这个话我们不继续 他已经到线了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 我们这事不继续了 但是他必须为他的行为付出 火焰错 他要付出什么后果呢 因为他自己已经耽误了 很长的时间 本来第一环节 他其实有很多精力 是为他加分的 对不起 我们没有时间了解了 第一轮选择 去活力 还有八战 接下来我们的心理 天生我有菜 有PPT 切记 PPT当中 只说重要的话 不说废话 好的 精简 解一个是 以前有一个女朋友 她是不物质的 她又不需要买花 有时候青年节的时候 一定不要买花给我 所以我用那个钱 人民币 然后用手学了 怎么样借那个玫瑰花 这个是真给你花 这个是我用钱 借出来的玫瑰花 那你为什么用钱 来叠这个花呢 因为他 天丁万柱的 不要买花给我 浪费钱 然后你就用钱 所以我就 我要给他浪漫 但是我要给他钱 这个价值 因为这个世界不可以 只是磕水的 其实 据我们自己对法律的了解 人民币是不可以污损 图画和折叠的 你不了解吗 我错了 那是 因为人民币上是有 人民 这是对人民币 对不尊重 这个时 我想说一下我的情相 就这样 你觉得这样做 我以后都不愿意做 下一段吧 过了 下一段 这个就是我相亲的节目 《非诚勿扰》是吗 《非诚勿扰》 然后YouTube里面有 14万的人看过 你放这个上来是有什么作用呢 跟你求实有关系吗 我现在对着函数 好种 因为我在节里就是 特别重视养生 因为我 我对养生很重视 然后我活得比较年轻 然后我想为60后代言 然后如果可以做的项目经理 然后有一个美容的产品 我可以 因为有一个知名度 《非诚勿扰》这个节评 你拿来是做什么用的 对 就是这个事跟我们这事没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拿来 就是我已经有一些新媒体 新媒体就是 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 你已经有了14万多点赞的 然后有关注的 你已经有知名度了 所以你可以来我这里当代言人 李士玄你要知道每一个像《非诚勿扰》的嘉宾都有这么多点击量 不是只有你一个 也不重要 就是一点点 谢谢 其实听到这里 最让我困惑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五十而四十而不惑 对吧 就到现在 我能非常严肃地问一下 你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吗 听不到 您的梦想是什么 我有三个梦想 能说一个吗 就实现一个 如果三个梦想当中非要摘出一个是哪个 梦想 现在我是想学开飞机 在中国开飞机 然后就环游世界 这个跟你的职业没关系 职业方面 那我先问第二个问题了 你到底喝了多少酒上来的 你到底喝了多少酒上来的 加油 开飞机 真是一点点 开飞机不算 我听说跟职业相关 稍等稍等 我没想到一个保养的这么好的人 耳朵也不太累 我好比比他还年轻十岁 你们这些人是自讨没气 我说了他有点胡言乱语 他思维不太清晰 他喝了酒 我不认为他胡言乱语 其实我觉得李世权 你是一直在 怎么说呢 就是在玩乐人生 因为你四十年 快五十岁了 对吧 你从一二年到一四年 基本上每年换一次工作 这只有智商小白才干得出来 不是 因为我刚刚没有做我 我一直都是发型 发廊的老板 那个世权先生 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发现你对别人的情绪很少感知 就你又没有发现 别人不高兴 现在 就是你做主持人 不说别的吧 做主持人 好歹 对啊 语言过不了关吧 对吧 唯一能做的就是大客户经历 对不对 我觉得他有一点成功的现在 其实我倒觉得他 他刚一上来的时候 他说他是六七年的 其实我倒觉得眼前的力量 因为我们马上要出男士的这个护肤品 我倒觉得他其实挺适合在我们这做个美副达人 然后讲解他的养生 但是他一直也没有展现出来 所以我现在想给你一个机会 你就用最短的一分钟的时间 给现场所有的男boss 男boss们讲一下 就是男士怎么样的养生 让自己看起来皮肤状态很好 让自己看起来心态很年轻 这是最后的一个机会了 这真的是最后一个机会了 是件事情 心态一定要好 心态决定你年轻年轻 把所有的负能量变成正能量 第二 喝水 我们也是45个percent 是水做的 所以每天喝八瓶水 是很重要的 然后吃什么东西 我是八点之后 不会吃东西的 不会夜消还是什么样的 然后最后一样就是 都是心态了 就是最重要是你的心态 你可以平衡得到 李大哥 你刚才说的这些保养之法 我觉得对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来说 可能是有用的 而且您保养的也确实是不错 但是我今天突然感觉到 长生不老可能不是件好事 如果一个人长生不老 这一辈子 都是荣光焕发的 但心永远不成熟 对于制度 对别人没有尊重 我干嘛要长生不老 长生不老绝对是好事 这一百年我做的不好 下一百年我做的更好 那就希望你下一百年做的好 来谢谢 第二轮选择 驱火流 对不起 楚达老师 我不是 我不是 你没有跟我说不可以喝 我就是想唱歌的时候 放松一点 就是这一点点的意识 真的没有人跟我说 刚才在灭灯的时候啊 李大哥跟我这样说 他说 楚达老师真的对不起 不好意思 真的是没有人跟我说 不可以喝酒 我就是想在唱歌的时候 放松点喝点酒 但是这个东西 不需要别人告诉你啊 出去应聘 录节目 怎么能喝酒呢 这还需要别人来告诉你吗 这是一种最简单最简单的尊重 就像刚才杜老师也说 如果他们喝了酒来面试你 你会开心吗 你也不会开心 人是互相基本尊重的 为什么今天台下的一些观众 都非常不耐烦的拍起了巴掌 说尽早结束吧 不要进行了 因为如果缺乏了尊重 哪怕是再精彩的表演 再精彩的面试 再优秀的人才 也看不下去了 谢谢 我明白 请回再见 谢谢 这边 这边 最真实的感受 我就是觉得我错了 我喝酒 但是大前提 我真的不知道 我在《非诚勿扰》里面 他们老是说喝酒 我都没有喝 为什么呢 我就是节礼 需要唱歌 然后唱歌其实要放松一点点 我想是应该是 我应该会表现得非常好的 但是这个完全是我意外 意外的事情 之前在学校比较注重社会实践 在校外也做过很多兼职 曾经一天最多做过四份兼职 我觉得我的话还是比较自立自强的人 你比较喜欢有人打交道 你喜欢挑战自己 是想找一份比较喜欢的工作 要先从基层做起 在三到五年之内 希望能走上 就是管理岗位 中美华24岁 重庆人本科 中南民族大学政治与行政学 大家好 我叫中美华 今年23岁 是重庆女孩 去年毕业于中南民族大学 法学院政治与行政专业 在校期间 我比较注重社会实践 曾经一天最多做个四份兼职 毕业过后 有做过餐饮类的创业 上一份工作是环球市场 也是做的销售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也是希望能找到 一份销售类相关 或者各位老板觉得 我能胜任的工作 谢谢 你好 先确认一下 没喝酒吧 没有喝 那就好 来 你再推荐理由 曾美华是大学的时候 他就做过卖啤酒的姑娘 业绩前几名 后来他在环球市场 类似于阿里巴巴B2B的 这样一个互联网的 这样的一个网站 他的业绩也基本上是前几名 另外你还是一个全能运动达人 所有的球他都会玩 你能想到的球他都会玩 包括弹球 是吧 所以呢 我严重地推荐你 你一定会成的 OK 所以你推荐到哪一家 推荐到哪一家 我说实在 我觉得这么好的姑娘 像自个儿留着 对 所以我可以推荐一个 不太靠谱的 你去了之后 一个月你就辞职了 然后咱俩再联系 但是我觉得 相对比较好的 我推荐那个原始会 因为他们那边的 从工作环境 到他的投资背景 都比较高大上 就是可能是 这意思是说 你家都是矮缩琼 是吧 就他高大上 其他都是小私奋斗公司 那一家是比较高大上 好 正式来了解一下 我注意到你的这个专业 很奇怪 政治与行政学 这干嘛的 主要学的就是 有关政治的一些知识 我大一之前的十几年 我都是有 有这样一个理想 就是考公务员 想从政 当时比较幼稚 就是想把一些 汤光污泥都说掉 想做包工是吧 不是就有这样一个想法 你曾经在梦想当中 所想象自己 做的最大的官职是什么 我记得我小时候 有说过这样一句话 是我妈告诉我的 她说 我长大过后 要到重庆市市长 那时候年少无知 那现在的理想是什么呢 变了吗 我现在其实没有伟大的梦想 我就是希望能找一份事业 能够事业成功 家人健康 然后爱情幸福美 比较实在 句话一点 如果非要在你事业中 找一个梦想 或者说你五年之后 希望成为哪个人 那就是在事业方面 我想有自己的一个企业 是我自己有创个业 但是美华 我觉得你现在是把 这个家庭排第一了吧 因为你工作地点要求在沈阳 是因为男朋友是吧 对 所以其实你已经把你的 这个感情排在了工作前面 因为你刚毕业毕竟 你的第一份创业 跟我们说一下 是跟你男朋友一起创业是吗 是的 产品是真爱卷 叫真爱卷 它是主要是一种小吃的形式 然后在学校附近摆了一个摊位 就是做得不好 为什么做得不好 分析一下原因 我们要听的就是这个 第一个就是太急 毕业过后毕竟没有经验 也没有资金 第二个方面就是 对自己的一个发展方向 没有太明确 你产品卖得好吗 不好 那我想问一下 在通过第一次真爱卷 失败之后 你认为你的男朋友适合创业 不适合 那你为什么还要一直支持他 首先我觉得他的能力 是比较强的 虽然说现在经验比较欠缺 但是我还是想给他一次机会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我累点苦点 我跟他一起吃苦 我觉得都没关系 就这么说吧 就现在的一个物质水平 就是每次去超市买菜 都会买最便宜的 买东西都会挑最便宜的 然后跟他在一起一年了吧 然后也只买过两件衣服 其实女孩子都比较爱美的 我觉得这算是一种付出吧 但是你这么一如既往的去支持他 而且你明知道他不适合企业 只是为了支撑他 这种所谓的自信 你选择了这种付出 那我想请问 这种付出有没有底线 首先我是这样子的 第一份创业 我可以跟他一起创业 第二份我就想自己做工作 但是我昨天收到一个好消息 就是在过来的路上 他就是已经有第一单了 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他在做什么 做灯饰 就是做这种 就是做LED灯 已经有第一单了 你特别高兴 还是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你以后的每一次工作当中的一些工资费用 是不是也要拿过去来支助他 他会有一部分 会有一部分 那如果今天你在现场求得了一份工作 然后你的男朋友又说你别做了 你来陪我一起创业吧 那你会怎么选择 现在我选择是不会的 如果他能干得不错呢 或者急需人手呢 或者正在发展过程当中 对 我觉得女生还是要独立一点 然后又有 这样我们用老方式 男友 梦想 事业 排下去 你还有物质需求 还有物质需求 哪个排第一 男朋友 好 男朋友排第一 今天你的工资不低于多少就可以接受 四千 四千 你说到四千笑干什么 四千 就是我来之前 我男朋友这么说过 我来之前我男朋友 说过 他说 如果说老板能给你开一万一项 在北京的话 他还是愿意 我知道我的能力 你告诉你男朋友做梦 对 我知道我的能力达不到那么高 他只是觉得在北京生活比较困难 这样男朋友 如果你真的把爱情放第一位的话 两地分居非常 男朋友压根就不希望他在这求持成功 不是不是不是 我觉得美华 这男的太不高谱了 对 一万块钱就让你留在北京 你觉得这是爱你吗 是这样子 我就是可能之前没表达好 我还想说一点 为什么他的男朋友不可以说一声 甭管钱多少 只要你自己满足高兴就可以 对啊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说 太自私了 等等 等等 先问一下美华 但美华 美华 其实你现在最大的问题 不是说你要不要留在身边 沈阳的问题 而是你并没有完全直接的说出内心的想法 你直接告诉老板 我男朋友在沈阳 我喜欢他 喜欢跟他在一起 我就在沈阳 怎么了 但是你表现出来 他就说一万又可以 这个是让人觉得纠结的地方 我觉得你体内有两套架 所以说很简单 所以说很简单就是一点 第一听自己的话 第二听男朋友的话 你到底听谁的话 听我男朋友的 所以美华你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 其实你只是想找一个能够按照你的这个作息时间给你一份工作 然后月薪不低于四千 基本上差不多的工作你都能接受是吗 是这个意思吧 对 行吧 你们可以给就给吧 这是个好老婆 只是那个男人稍微有点 对 我就问你 你男朋友挣的比你多吗 你男朋友现在挣的比你多 当初是一般 那他没有说 那就说明想成功的女人背后也有一个拖后腿的男人吗 我在这里还想 我啰嗦了一句啊 就是我觉得我不是重爱 我不是重爱情 我是重视他这样一个人 就是在我如果说有两个人的话 我打个比方啊 如果这样一段感情和这样一段感情 另外一个人让我放弃事业 我是不愿意的 哪怕他求助我也不愿意 但是我是为了这个人 我可以放弃一切 美华你是把你后半生的命运都堵在这一个男人身上了是吗 如果有一天他背叛你了 你怎么办 可以可以 这个假设不成立 这个假设不成立 我都不问这样的问题 你也有意思吗 美华美华我 他牺牲太大了 这个过来来就能拒绝 你愿意不可以吗 对于男人来说 这不就是幸运吗 就是不可以呢 我们无非是羡慕他老公而已 其实我就是 这不可以吗 美华美华 不要管得太宽了 人家愿意 人家说明白了 我就愿意 但是你真的不要太在乎男人 就这些男人告诉你 每个人 包括我自己 本质上都是小男孩 如果你这样做 就是溺爱他 将来一定出问题 我告诉你 第一轮选择去国里 炮学网 进入沈阳了吗 还有六家企业为你留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PPT就是关于我一些经历和我的性格 来说一下吧 上一份工作是在环球市场 入职两周多签了一单就是九万八 在大学期间有做两年的销售百味啤酒 这个是我大学毕业后做的餐饮类的创业 这是我在大学期间做兼职的一些经历 做过销售市场专员 还做过餐厅服务员 也主持过文艺活动 兼职过平面模特 这个是我在大学期间 就是在大学宿舍自拍的一组写真 当时这个想法呢 是因为我大一的时候跟同学一起去拍写真 团购价都要两百块钱 对于学生来说还是比较贵的 自己在宿舍搭了一个摄影棚 用床单做背景 在外面剪了两片树叶 就是一种装饰了 拍出来这样一组写真 就是不用花钱 就自己可以拍艺术照 你是一个很有灵气的姑娘 夏宜 为什么就是穆老师说 我是一个全能运动女孩 是因为我有14年的运动爱好 现在也把运动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网球 羽毛球 乒乓球 台球 还有篮球 足球 促球 都参加过院级 校级 或者省级的一些比赛 并获得一些奖励 就是我在学校的时候 获得一些奖 包括自立自强 先进个人 然后社会实践积极分子 还有参加运动会的一些奖 没了 谢谢 我想首先确定一下 留下来的六家有沈阳的岗位吗 有 有吗 都有吗 都有都有 我有 千万别出现没有的 互有吗 原始会 原始会没有 我们没有 但是你把男朋友看得很重 我们原始会是帮助创业者实现梦想的网站 所以我们能够帮助你的男朋友实现他的梦想 果然高大上 不是 那跟找工作没关系 但是你在沈阳一定没有岗位 目前没有 你一定不出声音 是吧 好了 你可以不说话了 第二轮选择 去或留 请选择 硬死不屈啊 我一直都说过 像鬼魅一般 统统追随啊 一 二 三 四 还有四掌声 谢谢 谢谢 我要给他一个 我要给他一个忠告 一个女人如果爱一个男人爱到迷失 那叫犯贱 那只能 只能面临离婚 老杜 所有的爱 爱男人爱到深沉 爱到最后迷失自己的都会离婚 我问你 人家怎么都迷失 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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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子贱 你见过一个女人爱男人按照一辈子 什么都听她的 最后很幸福的 你见过吗 没见过 所以你不相信 但是你没见过不代表没有 对 我妙得你 你是一个 老婆 稍等一下 人的行为思维方式是什么 见过的 一定相信 没见过的 一定不相信 没有没有 那个他 我觉得他说假话了 他老婆就特贤惠 你老婆就非常听你 哎呦 你哪里知道真实情况啊 我老婆确实很贤惠 但他没有爱到像他这么迷失 他已经迷失了 其实像他这样的爱情的人啊 我觉得非常多的 非常普遍的 为什么你会质疑这样的 或者说觉得这是一个 不是质疑 不是质疑 哦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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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东军 送颗蓝色火焰吧 能给我一个理由吧 这么忠诚的爱情 这么忠诚的爱情 你不祝福吗 找到一个理由 这个理由我来给东军 这样的爱情不该让下一代来珍藏吗 对呀 这样 很快 代言了 他今天如果选择了通灵珠宝 立即送他一个蓝色火焰 你这心眼就小了 所有的有条件的征送都是狗屎 来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职位 来 曾浩开始 我们今天给你提供的是我们全国加盟中心 沈阳这个地区的运营专员这么一个岗位 好 谢谢 我觉得你比较适合做客服类的工作 那我给你的这个职位是客服类的专员 那主要打交道都是创业者 好 谢谢 那但是这个职位是在北京 至少目前为止是在北京 好 东军 那我给你的工作岗位呢 就是销售我们蓝色火焰 谢谢 我们沈阳专卖店的店长助理 你在通灵的成长 可以间接的帮助你 呃男朋友的事业的成长 而且如果如果我有机会的话 我还可以辅导你的男朋友 在事业上面 对 呃成长 来张阳 这个我们的销售经理 呃可以在沈阳地区呢 为我们当地的知名的餐饮企业和商场 提供互联网的电商运营服务 呃没有那么高的技术难度 所以不用担心 接下来四盏灯灭掉两盏 留下两盏回到这 要不要给男朋友打个电话 不用 不用 嗯 好 来 请 笑 还笑 啊 谢谢您 祝福您 谢谢 没事 回头 你不选我孩子教育 我也送你 哎 这大气 啊 谢谢您 鼓掌 非常感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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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喜欢您 谢谢 死不瞑目啊 为什么那么高兴啊 哈哈 来有请张阳东军 谈前不上感情 写好了吗 请揭晓 好 好 四千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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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问题赶快问 两个不同的行业啊 沈总 就是 就是我如果说作为现在作为助理的话 以后的一个发展方向 你的助理未来的发展方向可能是店长 将来是城市经理 或者大区的这个经理 是这样 主要是你其实是一个管理岗位 谢谢 15秒 请考虑 所以你的选择是通灵珠宝 一桃石或者是谢谢再见 我选择通灵珠宝 去吧 我非常开心能就是通灵珠宝的绳子为我留灯 我觉得选通灵珠宝的话 就是爱情和事业的两个结合 而且通灵珠宝之前也是我的目标企业 今天非常开心 也非常感谢非你莫属 谢谢 说句实在话 向女人们致敬 好 好 这里是由要养味选书位乐巴书位和毒蛊饼干和助消化选消时 乐巴消失饼干共同冠名播出的非你莫属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